不粗活 其實沒有鏡頭下寫字,其實蠻舒服的 因為你們都沒有試過在鏡頭下寫字 還要聊聊天 為什麼好像人呢?多少有些壞習慣 在鏡頭前面你又不敢 坐在那邊你突然想挖鼻孔就可以挖鼻孔 在鏡頭前面你敢挖鼻孔嗎?不敢 他挖在這裡面 其實我們寫字應該還有很多小動作 那是不自主的動作 沒鏡頭的時候其實我覺得那些不自主的動作都會出來 在鏡頭前面就有點一板一眼 重規重矩 所以沒有鏡頭的時候確實好寫 現在有鏡頭頭都會卡到鏡頭上面 會碰到鏡頭 所以有些書友會留言問我說你是站著寫還是坐著寫 所以一看就是他們都沒錄過影 如果站著寫早就撞到鏡頭了 我怎麼寫字啊? 所以有時候看別人做 自己沒做過 問的問題會 你覺得很正常 我一看就覺得就是沒經驗 像我們自己拍過 我們就不會問人家說你是怎樣寫啊怎麼樣 就會覺得那個環境根本不可能啊 不是我們不願意啊 不可能啊 另外有人會提到說你的機器是什麼 機器 機器 好不好拍得怎麼清楚 比別人清楚 提到這個問題 他問我說機器的型號 我就覺得這是最好笑 機器不是我做的啦 機器外面一堆 每一台都很好 用哪一台都很好 怎麼可能現在機器拍不清楚 你又不是不知道 隨便一個手機拍都很清楚 所以重點不在於那個 重點在於你怎麼拍 怎麼拍講也沒用 因為所有東西都自己改裝的 不是啊去買一個機器 我這麼簡單 就應該全做所有的書法視頻的人 大概全部都可以用 為什麼都沒人做呢 因為他找不到機器 我也找不到 找不到怎麼辦 自己想辦法 那你說你問我 我的經驗沒辦法用在你身上 因為你根本不會 以前講過夏禪不可遇兵 夏天的禪跟他講兵 他聽不懂 同樣的 我講你也聽不懂 那你說你講講看啊 你聽不懂 為什麼要花很多時間教你 我寫我的字吧 你又不是在跟我學攝影的 有些人一直沒有搞清楚 會喜歡追根究底 說那你告訴我 你怎麼做 我就想說 我拿那個美國時間告訴你怎麼做 我花了三年五年 改了五六次七八次 到現在還不滿意 那我要中度到尾講給你聽 花多少時間 而且重點要打成文字 那你怎麼不打給我聽 那很難啊 跟你講就聽不懂 還叫我打成文字給你知道 還叫他去教你 哪那麼容易 如果這麼好教的話 大家都會了啦 還要如果教 不是在跟我學攝影的 不需要去問這些很奇怪的問題 你要去問攝影的專家 究竟我不是專家 我這個機器那設 學那個導演的幹嘛 都覺得好好笑 怎麼有人這樣做 他只是不好意思說 你真是一個天才 天才有良成一死 笨到一個極之二 沒有人這樣做的 但是這樣他做他也做不出來 因為他要專業的設備 他才做出來 所以變成我這個介於專業跟非專業 非專業的人會覺得我做得很好 很多地方都沒有注意到 所以你要去問那個專業 問我這個非專業 再教下去更不專業 那你會覺得我很好 那是因為你是不專業的 有時候東西不好 只有非專業的人才會稱讚你 專業的人並不會稱讚你 他會覺得這不好 像我做這種事 錄影 專業的錄影 他會覺得我不好 專業的寫字會覺得我做得還算好的 算好的 那一般人也看不出來還不好 有人說好有人說不好 有人還說我是初學的 看得出來才練沒多久 順便再稱讚你一下 你應該畫圖畫得還不錯 啼笑皆非啊 他們都是算命的 唯一 因為好 唯一 你 照相 唯一 純